公車上人擠人完全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再看另一個角度 公車後座同樣人潮爆滿 這景象出現在疫情嚴峻的台北市 透過窗戶發現這公車的路線 其中一站是這裡 我們回到照片上的公車站牌地點 就是在明泉龍江路口 這邊有科技業也有金融業 確實上班人潮非常多 而且又因為公車的班距拉大 才出現公車上人潮爆滿的景象 原來是上下班的尖峰時刻 因為公車業者考量疫情影響 把各路公車從過去的班距 拉長了一倍多的時間 但完全忽略還有大部分的人 人必須搭公車上班 車太少只好全部擠上 上下班人數稍微多一點 但是還是比以前少一點 會不會擔心 這也沒辦法 所以這個我主張說 在尖峰時間上下班的時間 不應該來減班 對此公運處也坦承 班次少三成狀況下 班距調整卻忽略了 尖峰時間會再提醒公車業者 而同樣做調整的還有他 捷運載運量也因為疫情大幅降低 像板南縣過去離峰 是七到八分鐘一般 疫情期間變成八到十分鐘一般 不過尖峰時間仍維持 原本的六分鐘就有一般 文湖縣同樣也只在離峰時間做了調整 尖峰時間不變 排隊也保持社交距離 畢竟做大眾交通工具 身旁的人很難掌握是誰 又是不是確診者未知 更何況這麼急 TVB的新聞 吳居賢 譚英倫 台北報導